凌晨的地震 災情是陸續浮現 光是花冬 已經接獲二十二所的學校 有災損 危在長冰鄉的中校 國小教室的天花板被震落 青鋼架全部都垮下來 災情嚴重 而強震加上降雨 花蓮玉里鎮的赤柯山 產業道路 發生落石貪方 封冰鄉的基祺村 高山部落 往雷達站的方向也有巨石掉落 造成雷達站的官兵是無法下山 而慶行局就提醒 接連幾天 雖然與市趨緩 但是花冬山區還是要慎防落石跟貪方 走進教室 看見眼前這一幕 現場一片狼藉 讓老師們相當傻眼 教室天花板被震到散落一地 電線大面積垂落 每間辦公室和教室 青鋼架都垮下來 物品四散地面 在鎮央附近的床冰箱 中校國小災情慘重 光是台東就接獲十八所學校 有災損 不只台東市 花蓮縣也有四所學校 校園傳出損毀 地震瞬間 台東醫院成功分院劇烈搖晃 醫護人員急忙跑出病房 不少辦公室和病房都受損 部分病人更要轉院洗腎 還有患者睡到一半 窗戶壓克力板掉落 直接砸中他的頭部 而在地震過後 各地災情陸續浮現 大小落石占據車道外頭雨下不停 因為強震清晰 花蓮玉里鎮赤柯山產業道路 發生落石攤坊 警方刀場圍起封鎖線 禁止人車通行 往刺客山 約七到九公里 因地震關係落石滑落地面 影響行車安全 遠景已到現場拉起封鎖線 緩制人車 出動怪手搶修 受到強震加上降雨 逢冰箱的基祺村 高山部落往雷達鑽方向 沿路有零星巨石掉落 雷達鑽官兵連外道路受阻 無法下山 只見災情不斷 氣象局也提醒民眾要盛防花東山區落石攤坊 針對花蓮台中等地 氣象局已經發布大雨特報 雖然二十四號開始雨時會逐漸趨緩 但受到強震影響加上降雨持續 接下來這幾天前往 花東山區還是要特別小心 記者綜合報導